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高雄市長韓國瑜在總統選舉當中 慘敗給蔡英文超過265萬票 他今天正式消假 返回高雄市政府上班 不過隨之而來 就是他要面對著來勢洶洶的罷寒行動 就是罷免市長補助 到底影響罷寒的三大關鍵因素是什麼呢? 到底罷寒能否取得成功呢? 以下我們一齊逐一去看看 首先要講解一下 到底台灣要罷免市長要行什麼程序呢? 原來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規定 罷免的程序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已經做了 就是百分之一的公民提議 第二個階段就是百分之十的公民聯署 第三個階段就是投票 要同意罷免的票數多於不同意罷免 而且投票的人數 要達到該區公民人數的百分之二十五 才可以走完三個程序 才可以罷寒成功 目前來說已經有一些團體在去年12月26日 遞交了大約三萬份罷寒提議書 於是已經完成了第一個階段的罷免程序 即將要進入第二階段 台灣的中選會 就要在二十天內 完成查對提議人的明冊 到底這三萬人是否符合規定呢? 是否高雄市民是否有效呢? 如果查獲正確的 而且人數符合規定 就會公佈罷免聯署開始了 這個聯署限定要在六十天內完成 而且最少有一成的高雄市民 即是大約是二十三萬人左右 就要參加這個簽名 我相信很容易達到這個門檻 因為反韓的人遠遠超過二十三萬 幾乎肯定可以進入第三階段 即是去到公投的階段 中選會在收到聯署以後 就要核對是否有足夠的聯署 是否有效呢? 如果核對說夠簽名了 就要韓國瑜作出一個答辯 韓國瑜最多可以提出一個 上限一萬字內的答辯書 中選會在收到這個答辯書之後的五天內 就要宣佈這個罷免公投 將會在二十天至六十天內舉行 故此走完整個罷免程序的時候 結果一定會在今年的上半年得知 到底影響罷韓有哪三大變數呢? 我綜合了台灣的評論人 以及我自己加了意見 歸納了三大變數 第一 韓國瑜目前重新執掌了高雄市的市政 他的姿態必定會放軟 因為之前他還要參與競選 現在已經是輸了的時候 他沒有需要跟那些人硬拼 故此他在這半年內 如果他力拼高雄市政的話 罷免的動力將會減少 我相信他不會再像之前那樣 高姿態出來 所謂屌票 或者再出來批評那些綠營的人 那麼多 第二件事就是 要視乎民進黨的取態是怎樣的 到底會不會放軟手腳不去罷韓 就視作朝野和諧的一個象徵 其實這件事是很容易做的 只要民進黨不再吹谷罷韓的聲勢 就任由他胎死腹中 實情韓國瑜以前做立委的時候 在1994年 都是因為擁核 即是支持核電廠 就是被提刊罷免的 當時同意的票數達到八成七 但是由於投票率僅有兩成一 故此就達不到門檻 於是就算同意票多於反對票也好 他也是得以保住立委的席位 換轉到今天這個時空 到底韓國瑜這次罷免的投票 要有多少人出來投票才可以成功罷免他呢 最少要有57.8萬人出來投票 而且同意票要大於不同意票 官符蔡英文在高雄市總統得票 有106萬票 而韓國瑜只有62萬票 如果雙方在總動員下 韓國瑜幾乎都是拜拜的 問題就是 主要取決於陸營肯不肯動員這麼多人出來 參加這個罷韓 其實取態主動權是回到民進黨 如果他決定一定要趕撤韓國瑜的時候 他只要動員當日出來投票給蔡英文的人 走回去罷韓的話 韓國瑜肯定就可以執著包袱了 到底民進黨會不會肯這樣做呢? 當然他就要經過一連串的計算 罷韓之後的得與失意又如何呢? 假使要繼續讓韓國瑜擔任市長 那有什麼好處呢? 高雄市的政績 將會成為韓國瑜的包袱了 大家都看到韓國瑜似乎是空有口號 沒有實績 又不見得他有什麼特別的能力 可以解決高雄市目前的問題 此外韓國瑜繼續擔任市長的話 肯定就會陷入一個苦戰 一定有一個黎章摔角 他因為只能夠防守 不能夠進攻 他作為一個市長 就要接受市議會的監督 接受人民的監督 一旦說罷韓成功的話 那就有什麼壞處呢? 我們再說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 他可以擺脫到 那些人批評他政績惡劣 或者政策空洞 這些攻擊 因為他不再擔任一個公職 第二件事就是 可以釋放到他一個時間和空間 讓韓國瑜 走到國民黨擔任黨的主要職位 團結、鞏固和整合國民黨的黨內勢力 因為大家都知道國民黨目前 吳敦義辭職 假使他不接受挽留的話 他也是拜拜的了 黨內又似乎群龍無首 現在難道找馬英九出來翻艷嗎? 誰去做黨主席呢? 有些消息說他也有興趣去參加 一旦罷免成功的話 就有個虛位給他全程投入黨務的工作了 最後一件事就是 如果他罷韓成功的話 就不需要再為兩年之後 是否競逐連任而苦惱? 也將會擺脫落跑市長的惡名 因為他不再擔任這個公職 那些人就沒辦法再攻擊他了 因為已經被罷免了 當然了 到底是否罷韓呢? 取決於 都是民進黨的一連之間 假使民進黨決定要動員 罷免韓國瑜的話 絕對是有足夠的票數做得到的 問題是我的判斷 在這個時刻未必會這樣做的 為什麼呢? 就由得韓國瑜在這兩年半空轉 在高雄市那裏 由得他做得沒什麼政績 因為在兩年之後的九合一選舉 即是到了2022年的年底 就會換屆了 如果韓國瑜的政績真是乏善捉塵的 他根本上的政策是空洞的 只有一個口號的 這樣的時候 他就會拖淡國民黨在其他縣市的選情 如果是這樣就更好 在換屆選舉時隔他 橫掣掣掣掣了 沒有需要在這個時刻 已經選完這個總統 即是趕狗入窮項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好了 另外就想說說關於蔡英文 他在當選之後的第二天 即是星期日的時候 已經接見了美國在台協會的台北辦事處處長 力英傑 他接受來自美國的祝賀 在致詞的時候說到 民主自由是台灣重要的資產 也是台美夥伴關係長期穩固的基礎 而且經過了三年 雙方在各領域不斷深化合作 已經從雙方的夥伴關係 升級到全球的合作夥伴關係 這件事可以顯示得到 蔡英文會延續親美的路線 也再一次引證得到 這次台灣的總統大選 事實上是一次親中和親美之間的公投 但是國民黨新當選的立委 在選後依然非常強調 所謂九二共識 說一中國表的原則 是他們的共識 問題就是 中共那方面只是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 沒有說到各自表述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國民黨在選後 對於兩岸的論述 依然停留在九二共識 一中國表的話 我相信國民黨以後的選情都將會繼續是很嚴重的 為什麼呢 這一種酒精免式的自欺欺人的辦法 已經玩了接近三十年了 由九二年開始 好了 你再拋不出新的方案出來的話 你就只會讓中共繼續牽著鼻子走 因為中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要推進兩岸和平統一眾情的話 就要採納一國兩制的辦法 好了 你說要跟大陸交流的時候 包括紅壽署前主席 跟國台辦的劉傑一主任會面的時候 你都說到統一是好事來的 問題就是 中共拋出了一國兩制的方案 到底你國民黨拋出一個什麼的方案 來跟大陸進行這個統一呢 一方面有些人就走出來說 說不接受這個一國兩制 不是紅壽署說的 是有其他人出來說不接受一國兩制 問題就是你拋出一個新的方案出來 一個新的論述出來 你如何跟中國大陸進行一個統一 當你又說不要一國兩制這個辦法 那你總要提出另一個辦法出來的 就不能夠留白的 還有 當你說要跟他進行統一的時候 到底是以中華民國這個主權國家的名義 還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義呢 這是很大的區別的 最後一件事就是 到底你提出這些論述的時候 能不能夠取信於那些年輕的選民 到底年輕的選民是怎麼想的呢 他到底是否想統一呢 如果不是的時候 你說那麼多都是廢話來啦 所以這個黨一定是要進行 徹底的改革才行 如果繼續你用回這些九二共識的論述 基本上看不到有什麼希望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